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 歡迎大家收看 夢想街57號 世界珍寶建賞大會開會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 首先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的現場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兩位來賓 第一位呢 那我們趕快來邀請一下 就是我們的樓嵐姐 歡迎樓嵐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游村敏 游小姐 歡迎游小姐 好 游小姐 妳本身是在從事電子業對不對 對 聽說您最近喔 經常在做夢 而且是7月份的時候 經常會做夢 然後夢到什麼 我夢到黃所長 為什麼會夢到黃所長呢 夢到他來幫我建架我的手鐲 黃所長跑到妳的夢裡面 然後幫妳建手鐲 對... 建哪一個手鐲 建這一支 然後結果呢 就他說75萬 害我很高興從床上跌下來 等到講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想必您是在睡前的時候 就鎖定了我們的節目 所以在那邊看這個所長 一直看... 然後看完以後 剛好就下去睡覺了對不對 馬上就夢到黃所長了 對 天啊 現在不得了 你看來參加我們節目的人 是慕名而來 沒有來參加我們節目的人 在夢中呢 也要夢一下這個黃所長 來 特別邀請一下 這個珠寶玉石建立所的所長 黃傑 請黃所長 嗨 大家好 欣雪 我跟你說 我在這邊 來這邊錄影開始 我變成24小時上班了 我連半夜都要開始喝尖叫 晚上就要跑到人家夢裡面 去見一下 今天不得了 那個柔蘭姐搞不好還有那個 已經升天的死刑犯 他們的這個寶物呢 也要拿來這個見價 好 我們首先趕快歡迎一下 我們的柔蘭姐 歡迎柔蘭 好 首先我們趕快歡迎一下 就是我們的柔蘭姐 柔蘭姐 妳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柔蘭小姐 妳好 這個我的偶像 妳好 聽說妳為了看那個花輪歌 聽說在上海的時候 妳還裝鍋子要看是不是 小耳朵 小耳朵 對... 所以我們的節目 其實在中國大陸 有一些台商朋友們都有看 基本上只要有裝都看得到 好 那今天呢 柔蘭姐身負重責大任 因為她要把它 不管是朋友送的 或者是自己買的 這一個珠寶呢 拿來好的見價一下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您過去的話呢 都會收藏一些這個死刑犯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其實我收藏東西滿多的 有死刑犯的東西 還有一些就是屬於半寶石類 因為早年我們經常接觸這些 所以我那時候為了寫一本書 叫做避邪寶典 所以那是早年寫的啦 所以只要聽說什麼東西 是有避邪作用的 我就特別收集 所以死刑犯的話 其實是因為有避邪作用 所以也成為我的收藏品之一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您都有帶過啦 這些東西都是後來的 後來的 然後那時候在跑新聞的時候 有沒有帶這些 沒有 沒有...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的話 我還以為這應該是早期 你跑那個新聞的時候帶的 因為可能搞不好說 翡翠價格太高了 那我們就買一個 類似於翡翠的東西 看起來很像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的確是很早以前就擁有了 大概有二十年 在我這邊大概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它是孔雀石 孔雀石啊 對... 這聽起來很多啊 對 那觀光景區不是一大多 它是比較有一個特殊的一個故事 主要是在西藏 有一個深山裡面 叫極境山脈 那極境山脈 底下有一個少數民族 大概差兩千多人左右 他們把孔雀石 當作是他們的天石 就天上的天 意思就是說這孔雀石 是可以開啟天門的鑰匙 所以他們有一個習俗就是 每次有人那個... 就是自己覺得自己已經 快要往生的時候 他就會走到那個山脈裡面去 然後族人在兩旁邊唱著山歌 然後來歡送他 他就帶著這孔雀石 然後進到那個山裡面去 只要進到山裡面去的人 從此以後就不再回來 對 那當時呢 那進那個山是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嗎 不行 就是他們 只有他們族裡面的 才走那個小的山道進去 那因為我在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有訪問一位賴教授 當時這個在台灣的賴教授 他以前是伯克萊的教授嘛 然後他參加那個 美國的超能力小組 所以到世界各地這些 去探訪未知的神祕的力量 所以他就去過什麼 辛吉內亞 巴布什麼... 那些克里多尼亞 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 未開化的一些地方 那他就到了西藏去 那個少數民族的地方 然後當時他去搜集 這方面的材料的時候 他的室友就是一個美國人 就跟他聯絡說 那就是要去找他 結果這個美國人去看他的時候 就在當地跟一個女孩子 發生了感情 那這個女孩子就送了他一串 這個孔雀石的這個狩獵 他帶這個狩獵 那後來這個美國人 回到美國之後 那這個賴教授也做完研究 也回到了美國 可是過了不久 這個美國人的父親 他室友的父親打電話給他 就說你趕快來到醫院裡 因為這個美國人 已經到了那種 迷流的狀態 就是奄奄一息了 而且鑰匙往下 所以這個賴教授就趕過去 看到他的這個美國的朋友 躺在病床上 整個人瘦得跟皮包骨一樣 然後手上還帶著這串 孔雀石的狩獵 所以他就想說不對了 可能是他在那邊 好像那個苗女愛上漢家郎 那種故事 說是不是中了骨 或是什麼樣 所以他就覺得不對了 那就趕快就把他送回去西藏 找那個女的 沒錯 他就馬上就找那個 馬上先打電話嘛 然後因為他在那個山裡面 就找到他們那個族的組長 就跟那個組長說 拜託你趕快跟這個女孩講 說我們現在馬上包機 把這個他的美國男朋友 送回這個地方去跟他相會 結果那組長說 對不起 來不及了 因為他已經 大家已經唱的山歌 已經送他走進去了 所以... 他也入山了 對 他就帶著這個 他認為說那個 他的男朋友一去不回了 所以他就帶著孔雀石 就進到山裡面去了 這個時候他知道沒有笑了 所以當時這個美國的他的朋友 在那個病床上 還對著這個賴教授笑了一下 然後就面帶微笑 然後拿著孔雀石的手鍊就走了 所以後來這個很欺負那個故事 所以那個孔雀石 就是現在手上拿的這個嗎 他就特別告訴我說 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因為他帶的是那個... 那個已經在山裡面了嗎 沒有 那個美國人是帶了 美國人的是帶在他手上 然後那個藏女 他是已經拿了孔雀石入山了 可是聽起來的故事有點像 那個日本的那個遊山解考 你這個故事喔 我說一下這個是... 你的是屬於這個 社會新聞的故事 我跟你講 我說一下 真實故事 對...這是真實故事啦 我說一下這個寶石的真正的 它自己本身的物理特性 也是一個小故事 這個寶石這個孔雀石呢 曾經在美國加州的海岸邊 有開了一個咖啡店 結果咖啡店很多人就去做了一個 用這個孔雀石啊 那個店主啦 就用這個孔雀石去做了咖啡杯 馬克杯 給大家喝咖啡 桌子也全部都是 椅子也全部都是孔雀石 所以它招牌是這樣做 三天結果就出事了 中毒了 全部人都中毒了 怎麼 為什麼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咖啡泡在孔雀石的馬克杯裡面 對 孔雀石會釋放 你知道以前有一個 前一陣子的新聞有孔雀石綠 有聽過嗎 有... 對...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孔雀石這種東西呢 碰熱它會釋放毒素 對人體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家裡有 這個孔雀石的馬克杯 千萬只能做冷水 不可以用熱水 如果用熱 預熱 它就會釋放一種毒素 所以你不可以預熱以後去喝 好 來 那個羅蘭姐您估的話 這一個孔雀石多少 大概就是兩 三千塊吧 我覺得 它旁邊是不是純銀啊 如果看起來是純銀的話 應該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價值 沒錯 是純銀的 我們就孔雀石而已 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這邊是個三角形 它那個有點眼睛的感覺 它那個螢光的地方很漂亮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孔雀石裸實 目前上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百元 我就跟你講大的東西 能夠做那麼大的東西 已經不值錢了 我跟你說 是 這個紋路 我們沒有估那個法力 對...法力不包括這樣 對... 這個是沒有法力的 對... 因為有法力我不太敢要 這個喔 就是這個紋路 你說三角或什麼 孔雀石都一定有 它一定是一個小的 或者是圓圈 或者三角 或者是什麼形狀 然後往外圍一圈... 就越來越大... 只要它一個圖案以後 就越來越大 這是孔雀石的特性 好 接下來這個東西的話呢 市場上面我在猜 應該有最起碼六七成以上 應該是假的 來 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琥珀 來 人家那個琥珀 裡面是躲一隻蒼蠅或者是 蜘蛛 蜘蛛或者是蚊子 它的不一樣喔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搞不清楚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 柔蘭 你要不要告訴大家這是什麼 它裡面是有花瓣 然後有樹葉 然後捲起來的 還有很多螞蟻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樣子看看得出來嗎 來 給各位看 來 那個柔蘭姐 妳能不能幫我們指一下 妳說的樹葉在哪邊 這顆 那個是樹葉 樹葉已經捲起來了 就好像那個殘土絲 把那個樹葉弄得捲捲的 然後旁邊這邊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也是樹葉捲起來的 這個也是樹葉捲起來 對 看起來很像海螺 其實它是樹葉 好 來 那我剛剛還在那邊研究了半天 我看不起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還以為是一隻魚 不是 這樹葉 後面是有很多螞蟻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這個地方 來 這邊就很清楚了 來 給各位看 這個黑點的這個地方 一點一點這個地方 這都是一隻一隻的螞蟻對不對 這裡面總共有多少隻的螞蟻 我沒有算過耶 這真的還裡面還滿多的 對 那一般我們在節目裡面 好像沒有看到 真正的 真正的 躲在裡面的 對 真正躲在裡面的昆蟲 大部分好像都是假的對不對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假的 還沒有看到是真的 對 好 來 我說一下好了 這個琥珀 如果是 琥珀其實就是三種 一個就是天然的琥珀 那天然琥珀就是樹枝 我們在節目裡面曾經講過了 就是樹枝滴下來以後 慢慢成為化石 這種就是天然樹脂化石 就叫做 松樹脂的化石 就叫做琥珀 那有的時候 琥珀比較小片 就是拿來加熱以後 把它全部混在一起 然後就開始 在一個鍋子裡面攪拌 因為它預熱以後 它會變成流體狀 那流體狀久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改在一個鍋子裡面 把它攪拌變成一個大塊的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去建定 如果它是經過攪拌的話 你去想裡面的空氣 就會這種拉長型的氣泡 好 所以簡單的說 建定琥珀呢 就要建定一個 它裡面的氣泡是拉長型的 還是圓型的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那琥珀以前的價值 都不是很高 可是近年的價值 開始慢慢有一點提升 有一些公司 在專門推廣這樣子 專門推廣這種琥珀 尤其是德國 東歐這些地方 主要出產琥珀的地方 我們把這個呢 擺在顯微鏡下面看一下 還有一個 剛才講了兩個吧 再補充說一個好了 如果把這個琥珀呢 不透明的琥珀 拿去油炸 油煎 它可以變成透明 煎 用煎的啊 變透明 如果我直接把這個琥珀 那它會溶掉啊 不會 如果我去用一鍋油 把這個琥珀擺進去 用油去煎它 它會變成 原來的比較不透明的 會變成透明的 觀眾朋友都有聽過一個叫做 蜜辣 對 蜜辣 蜜辣 不透明的 對 很多人都說 萬年蜜辣千年琥珀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應該要剛好相反 應該叫做千年的蜜辣 萬年的琥珀 就是樹脂在地底下呢 按照它的成因 就是成礦的狀況呢 應該是年代越久 它透明度要越高 那通常我們說的蜜辣是指 不透明的琥珀 那所以那剛好應該是相反 也就是說 時間越久 它應該是越透明 所以應該是千年的蜜辣 萬年的琥珀 琥珀應該要更久 所以越透明價值越高 簡單的說啦 觀眾朋友要去買琥珀的話 你就記住 要找透明的 對 要找透明的 可是我不太敢戴 因為它背後很多螞蟻 知道嗎 那我一戴著 戴起來我就覺得好像螞蟻的 不會了 那已經是化石了 你們那邊有心理作用啊 那邊有心理作用 感覺 感覺好像螞蟻是它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起 諸羅基公園裡面那個 對... 諸羅基公園就是用琥珀 好 來 那您估呢 現在的價格呢 如果它是真的琥珀的話 我認為應該有三萬塊的價值 好 來 這個琥珀呢 是三萬塊的價值 好 我們請那個花倫哥 幫我們鑑定一下 好 這一個琥珀呢 當初買入價格約在一萬塊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萬五千元 差不多 不錯了... 這個是天然的嗎 來 我們看一下 你看喔 我們看琥珀最主要的 就是要看這個東西 除了裡面的一些花花草草 或者是昆蟲那些東西以外 其實琥珀很重要的就是氣泡 這個氣泡有兩樣東西 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一個是氣泡要在這邊是圓形的 第二個 那個氣泡一定要是懸置的 就是它在中間 都要在琥珀 整個琥珀的正中間 在那邊一個個懸在空中 你覺得是懸置在空中的 你看有趣了 如果是瘦三石的話 懸置的氣泡那就是假的 如果是琥珀的話 懸置的氣泡那就是真的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你剛剛講的啦 壁斜 壁斜的 壁斜那個最管用的就是鑽絲 對 然後剛剛那個花倫哥講的 來 這個給你先拿著 來 花倫哥剛剛講的 那個桌面 對... 你說的那個桌面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八卦 這一個 有沒有 剛好八面 對 剛好八面 所以這是一個八卦 是一個八卦 對 好 來 羅安姐 你這一個的話是... 其實等一下 不光是辟邪 考試的時候你帶 我上次有個朋友 小孩子要考試 所以我叫他說帶一顆鑽絕 去增加能量 這個能量就是說 排除不好的影響力 並不是說他本身一定要有一定的條件 只是有人考試會緊張對不對 一緊張的時候 拉肚子會幹嘛幹嘛的 然後所以他說排除不好的能量 所以也是鑽絲 我覺得台灣的 應該找他去才對啊 完全是幫他們做行銷了 對... 你知道本來年輕人那個考大學的 搞不好沒有人帶鑽絲 被他這樣子一講 爸爸媽媽都要買一顆給小孩子帶 其實你是適合開珠寶店 因為賣珠寶就是要賣故事 對 所有的故事就在珠寶裡面 那個有意思 好 來 本來這就是要有故事 那這一顆的話大概有多大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這一顆還滿大的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好像1.3不到吧 1.28 你的有GIA證書嗎 是 有沒有顏色啊 這個 H的 黃的 有一點點黃 帶一點點黃啦 帶一點點黃 然後他這個呢 其實是有付GIA的一個證書 好 這沒有編號耶 有編號嗎 他這個應該 他這個證書上面是有編號啦 有編號 可是這不會有雷射編號 這不會有雷射編號 你記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證書 是早期的GIA證書 GIA證書早期的 在那個時候是沒有雷射編號的 所以有些觀眾朋友家裡的鑽石 可能是沒有那個雷射編號 只要是早期去做鑑定的是沒有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的顏色是H顏色 然後這個進度的話呢 進度是無瑕的耶 IF嗎 還是FL IF OK IF就是指內部無瑕 內部無瑕 通常是這樣子 如果顏色在D IF的話 就是顏色在D 進度在IF 那就是一種 一克拉以上的話 就屬於收藏的東西了 所以他這個是收藏的東西 不是啦 顏色要D 顏色要在D 這個是H的 你到H 可是你這個價格不便宜耶 對 差不多 幾年前買的啊 快要十年了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他當時買的價格呢 是買在30萬 買30萬 差不多幾年前啦 還不到10年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然後這個一克拉的1.2... 1.28 28 好 1.28克拉的一個鑽石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約在 20... 22萬 你說那借台8萬嘛 22萬 這個裸石 好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32萬元 就這一顆裸石啦 加8萬 40萬剛好 我跟妳說 如果是現在的H 按照妳的顏色 H IF 現在的行情大概是40萬 那為什麼會只有32萬 4832打8折 為什麼要打8折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有瑕疵啊 不是 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沒有什麼瑕疵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觀眾朋友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Symmetry 這就是我們說的 上面就是拋光啦 拋光這是第二名 那Symmetry就是我們的平行啦 就是它的對比 比例 比例的 比例的這個 就是比例啦 那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桌面 在這邊 這個桌面它這邊寫的是60 什麼意思喔 你記住喔 這個60是一個很有意義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指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桌面 我們剛剛說的八面體有沒有 這個八面體佔了這個整個的大小 百分之60 好 我們要的整個 這個是100 這個直徑是100 這個桌面這個 桌面佔了百分之60 這個百分之60 對 我們要的是多少呢 是53到58 為什麼叫53到58 好 這就是一個科學的光 科學的一個光學原理 這樣子我們看一下 最主要我們要這個佔 你看 53%到58 佔這個的53% 58 理由是 如果這個只有53到58的話 是它的折射效果 看出來的折從裡面出來 再從這邊出來 從裡面折射了以後 再從最外 最裡面開始出來以後 我們人的眼睛在這邊看 看的效果是光線最多的地方 就是看他們算的 科學家算的 算出來的 就是七彩光跟白光 都剛好最平均 這一顆鑽石是最亮的時候 所以桌面你記住 要53到58 有了鑑定證書 你要會看 我們今天就講這一個 就是桌面的比例 好 桌面要記得是53到58 你記住 那它這個60%的話 那可能稍微大了一點 一點點 它就影響到它的一個折光 對 所以你看 它JIA的鑑定證書上面 就會寫了 在這邊就會出現 比例的話 它就會出現是good 在這裡也跟觀眾朋友說一下好了 什麼叫做good 我跟你說 你幫我拿到 五個等級 極好 非常好 好 一般不好 所以這邊寫 各的就是好 那意思就是第三名了 對 你再記住喔 極好 非常好 好 一般不好 所以大部分到這邊 其實對鑽石都是有傷害 到這邊都是要打折的 就是按照我們的價格 那個國際報價表上面 如果它只是到好 就是要打折了 一般至少要在非常好以上 好 它十年前買22萬的話 算貴嗎 有沒有被貴到 還好 還好 差不多的價格 還好 所以現在也放十年漲十萬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一年漲個一萬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IF 所以等級越高 長得越多 好 來 這一個是等級高的 在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呢 它的翡翠其實也非常的漂亮喔 來 您剛剛有特別講到了 那個以前年輕的時候 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翡翠這種東西的話 是買不起是不是 對 其實我買了一顆 很小很小的翡翠 我這次忘了帶來 那簡直是太爛了 跟這顆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差很多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買的呢 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有一段故事 這個是我們在上海嘛 其實不太是跟人家有金錢往來 那有一個台商 他...就是說來找我們 就是說借錢 因為他有一批貨 卡在那個海關那邊 他說他急需要十萬塊人民幣 才能夠把這批貨拿出來 然後才能夠去賣 其實照這種情況 也不會打動我們 最主要他講了一下 就是說因為他曾經買了一棟房子 給他的大陸老婆 然後這個房子的名字 就登記在他大陸老婆 跟他的父母親 就是這個女方的父母親的上面 但是卻沒有他的名字 所以當他需要用錢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說 把這個房子拿出來給他抵押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一念之人 然後就說 好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們就借你十萬塊錢 然後講好了就是說 三個月就把這個錢還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沒有要他說 去房屋抵押什麼的 結果當時我們說 那你多多少少拿個抵押品 因為你既然房子拿不出來的話 你就拿個抵押品好了 他就把這個戒指拿給我 我那時候一看 當時我對翡翠還沒有很... 就還沒有什麼研究 可是就覺得說這個 第一個 亮度夠 再來它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敢確定 他說它是不是真的 反正想說既然幫人家忙嘛 就把這個拿下來意思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 他這個拿了錢以後 三個月沒有還 就跑啦 他也沒有跑 然後就是一直拖... 後來就離開上海了 然後... 所以這就是十萬塊 對 人民幣十萬塊 人民幣十萬塊 所以是50萬 50萬台幣 連上面的台子 你是幾年前... 全部 差不多 我看有沒有六七年了 六七年 那時候可能幣子 又稍微比較高一點 不過那時候50萬太貴了 50萬...就這一個嘛 對...就這一個 50萬太貴 然後呢 其實他有簽 還好啦 總比他直接拼白 不顧借50萬給他 然後人跑什麼東西都沒 不是 其實我跟你講 他跟他老婆都有簽戒據 那個房子他老婆的 我們照道理說 我們可以去查封他的房子 可以去訴訟 可是因為他老婆跟我說 他說他老公都跑掉了 然後他一個人要賺錢養家 我們想說那就算了 這是50萬 不知道要得回來要不回來 看起來是很漂亮 但又有一點小顆 來...好 來 我們來評估 他只是用這一顆來抵押而已嗎 還是還有其他的 就用這一顆 就用這一顆 來啦 我跟你說 如果這是外面是鑽石的話 就是10萬塊錢了 我說外面的鑽石的鑲嵌的 就10萬塊扣掉了 你要扣掉10萬 所以等於是說你這一顆 要40萬台幣 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戒子裸實 好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 30萬元 差一點點 還好... 我講給你聽為什麼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星型 你知道我們曾經有講過 要最重要的淡面 叫橢圓形 對 因為橢圓形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戴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你啊 還沒有聽過這個節目啊 聽過的話我就不會這樣子 他家也就只有這一顆而已 你還能夠挑嗎 又不是到珠寶店去買 因為這是星型的 所以只有女生能戴 所以它就差別在於它的切割 其實還是滿漂亮的啦 我覺得損失不讓它還是OK的 對啊 最起碼不會人去樓空 然後它這一個還是兩用的 一邊是戒指 另外這邊還可以做成是項鍊 所以其實還是滿漂亮的 所以損失一點點無所謂 至少還是真的 對啊 它是真的 好 來 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也是很漂亮 這個也是借人家錢喔 柔蘭 我不曉得你也是富婆耶 到大陸去都可以借台商朋友錢 是這樣子喔 這一顆也很傳奇 因為它本來是台灣的一個名女人的 那我以前 20年前 我在台灣訪問過他 然後因為他後來到上海去嘛 那我們就一直保持... 往來保持聯絡 可是因為人總是有急迫的時候嘛 因為他是要離婚 那他在...他賺的錢啊 都在他老公的帳戶裡面 然後想要離婚 打官司 沒有錢 那在大陸打官司也很有意思 他就譬如說是因為一般說 分居兩年才能夠去肅請離婚 可是他不會第一次就准你離婚 他一定會說 你這一次判決不准離婚 那你要過整整半年以後 你再來...再去同樣的 再去打一個官司 所以等於說他要打那個離婚官司 還要打個兩次以上 所以可是他一旦要離婚的時候 簡單講就是人才兩師就對了 也...這畢竟也經過了一段時間 到底算被人才兩師也很難講啊 也對啦 不過男女生結婚喔 這好慘喔 對 一旦結婚喔 我都還是...我都還是說 這個男生都要跟女生 要早寢室 匯報 晚上不能往外跑 一定要這樣 太嚴格了 隔天就分手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子啊 你是做男生嘛 那後來這一個呢 他拿了這個 是為了要...為了要有那個訴訟費是不是 他其實訴訟費跟生活費嘛 所以他就拿了這個還有一些話 然後來托我幫他處理掉 然後當然我也幫他墊了一點錢 墊了不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想說 這個我們一般買珠寶 從來就沒有想到要賣的時候 那我就想藉著這次機會 自己嘗試一下 看看如果說 我要把這個東西賣掉的話 我要怎麼賣 好 我就一開始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就是滿好的朋友 他是開這個當鋪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 發了圖片去給他看 他看了以後說 如果沒有什麼實文 表面上看起來 比較乾淨的時候 就是品項很好的話 他說大約是台幣30萬這一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他說是根據緬甸公盤的數字打7折 然後算出來這個大約是 將近30萬的這個金額 他說是2到30萬 將近30萬 那後來為什麼沒有賣掉 你先替我講完這一段 結果那個...那我這樣預估 他就估這個主食是40萬嘛 對不對 然後加上這個界面 差不多大約是50萬 但是他們後來發現 當鋪是不算這個旁邊的賺 你就算賺再多 他也不算 他要那一顆... 對 他就算那個主食 所以我先打聽一下 那我就覺得價格有點低 我心目中其實他也覺得說有點低 所以我後來想說找拍賣行 想說就是拿去拍賣行 所以我就叫我的秘書說 你幫我找加士德 我當時心裡一定想到說 國際拍賣行嗎 試試看 結果他就發給我兩個 加士德的兩個網站 一個是加士德.hk 一個是加士德.com 所以那我就先發一個 一個大陸的 一個香港的 不是 點.com它是國際的 點hk是香港的 那我就發那個圖片 還有畫的那個圖片 去給加士德.hk的 結果他說三天後回應嘛 就第二天 就有一個打電話給我了 他說是加士德深圳的經理 然後他認為... 他覺得說我這批東西 他們願意賣 然後...那我當然很高興 然後我就說 那我是不是拿到香港去 他說你如果不方便拿到香港的話 你可以拿到深圳給我 那結果我就想說 帶到深圳去給他 可是後來我想說不對 我們還是把他送到香港去 比較好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去 那他是跟我說 如果是送到深圳的話 第一個 我每一件... 每一件東西 我要先付他的手續費是 1.8萬人民幣 這是第一個費用 第二個費用 他們收10%的佣金 第三個就是 香港政府收稅是千分之二 結果當時呢 我心裡還在猶豫的時候 可是我心裡想說去香港 結果我在去香港的前一天 我要上網 看看香港的地址 結果我還是點那個HK 發現他的網站在升級中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打電話給那個經理 跟那個經理說我要去香港 你們香港的地址是什麼 他說香港的地址 他明天早上上班再告訴我 然後他說你為什麼要去香港呢 你為什麼不來深圳比較方便呢 我就說因為我還是覺得 我想直接送到香港去 結果他就說 那你是不是會員 我說我不是會員 他說你不是會員 你可能就不能拍賣喔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要加入我們會員的話 要150萬人民幣 我說怎麼可能啊 你要賣個東西 還要花150萬人民幣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一早 就要我秘書說 你馬上打電話 到香港去找香港家士德 你直接問他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拍賣要不要預付1萬8千塊錢 第二個就是拍賣的這個 也就是要不要入會對不對 好 第三個 深圳有沒有家士德分公司 後來他打電話 找到香港家士德 回來的是No... 所以搞了半天 原來這家是山寨版 因為中國大陸實在是太大了 你那個家士德 然後他把它翻譯也是叫 聽起來名字都是一樣的話 他也叫做家士德 來啦 其實簡單的說啦 觀眾朋友 如果你要找廖慶學的話 你千萬不要到網路上去找 廖慶學.com 那是不對 那可能不是他的 那可能是民間註冊走了 對 被民間註冊走了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好 來 但是你說這一個 你朋友的 建價是建多少 30萬台幣嗎 對 台幣那個石頭 你看他建30萬台幣 你說送到家士德 你光是要送過去 你就要付10萬塊 前面就要花一大堆錢 對啊 到時候他跟你講說沒拍掉 你等於前面的錢 也要給別人 羅來 那你現在這個 羅來 你現在這個要賣多少 這一個啊 還是用你朋友的 估的價格是不是 我朋友是估50萬 最少 你朋友估50萬 你剛剛不是30嗎 不是 我剛剛講的是那個 當鋪的那個朋友 他估是30 對 而且這個時間點 在6月24號之前喔 你真的有看喔 對 因為是6月24號之前 那你現在好了 馬上讓你加價嘛 現在 看看有沒有60萬好了 好啦 好 來 我們收這金額 如果60萬 我直接跟你買的話 會不會OK啊 還是要等花輪哥建設 我還是要問他一下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蛋麵建設 等一下 我賣給你 你會馬上買嗎 要不要買 要買我就賣囉 我賣囉 快點打一下PASS嘛 我已經在打PASS 可是你都已經看到我在打PASS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大麵的戒指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 是多少請見價 那你這個買回去以後 你沒有夢見我 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看見 太已經夢醒了 太已經夢醒了 別再夢了 這一個非常大顆的一個 這個打白菜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 是多少請見價 現在還喜歡白菜嗎 然後現在比較喜歡菜市場 因為白菜 對